第2071章第五个魔魂 持有仰头望向那个散发着各色光芒的太阳 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只见他右手抬起 掌心中亮起一团黑色光芒 凝结出一个八面体的黑色金块 内里雾光冲撞 散发出强烈的空间法则气息 这股气息影响下 四周虚空都有些向内坍缩 周围空间被撕裂出一道道黑色裂系 而后 持有双手合拢 将那黑色八面体的金块控在两手中央 开始蓄力朝着中间挤压而去 他的周身气息狂暴 两手之间的空间不断破碎湮灭 那块八面体的黑色金块被压缩的快速变形 很快化为了一根粗大的黑色长毛 长毛上光芒暗淡 看着像是石器一样粗糙 但散发出的气息却令人心惊 持有手握黑色长毛 朝着前方突然刺出 沉落一时监禁也没看出他的目标为何 直至心中警钟狂明 立即出言提醒 大家小心 只是他的话音刚起 那黑色长毛就像是直接跨越了空间距离 刺破了虚空阻隔 直接刺穿了古画林的身躯 下一刻 众人纷纷愣住了 谁也没想到 持有这凝聚法则之力的一击 不是奔着一众天尊高手 而是直刺向了古画林 不 陆画明双眼一红 大声嘶吼道 他再也顾不得其他 身形一闪 就朝古画林那边追了过去 然而 持有的长毛往回一收 毛肩带着古画林的身体一同返回 被他拉扯到了身前 古画林还想要反抗 可在长毛刺穿身躯的瞬间 他整个人就已经被空间支力禁锢 身躯僵直无法动弹 他用尽所有力气 也只能勉强扭过一点头 用眼角的余光 最后看了陆画明一眼 眼角的泪水都被空间凝固 无法流出 该回来了 持有低声沉吟一句 画音刚落 古画林的身躯就开始快速干瘪 血肉枯萎 直至化为灰烬 最终只留下了一块颜色血红的骨头 被挑在长毛枪肩上 这下糟了 看到这一幕 沈洛顿时印证了一个可怕的猜想 难难道 他的目光落在血色骨头上 清晰无比的看到 其上黑雾缭绕 赫然附着一道魔魂 只见持有长枪一挑 那块血色骨头当即飞回 融入了他的体内 而那道魔魂也随之飞入了他的美心 画林 路画明一声凄厉嘶吼 近乎疯狂般冲向了池油 他只以为古画林被池油所杀 此刻完全失去了理智 不惜一死也要杀了池油 路兄 不可 沈洛见状连忙阻拦住他 路画明此刻已经红了眼睛 根本不管阻挡之人是谁 手中长剑一挥 就朝着沈洛展了过去 剑光暴涨 杀意冲天 沈洛身上空间法则波动鼓荡 身形凭空一闪 来到路画明身侧 抓住了他的肩膀 强行将沈念度入他的尸海 平复他失智的神魂 古画林是池油一直在找的最后一块 远古魔器所化 同时也是第五个魔魂转石之身 你不要再犯傻了 沈洛一声利斥 声音如滚雷般乍响在路画明的心头 路画明文言 顿时如遭雷击 整个人将在原地 失去的理智也逐渐回来 像是突然被抽空了利器 变得颓然无比 他的双目空洞 眼角泪水无声滑落 茫然地看向前方虚空 视线却怎么都拒不了焦 路画明 现在还不是你悲伤的时候 池油还没死呢 三界灾结在前 你少给我犯魂 沈洛一拳锤在路画明的胸口 将他打得亮枪退后 差点摔倒 这时 他的视线才逐渐重新凝聚 眼中的迷茫被仇恨取代 手中松松垮垮握着的剑 也重新紧握起来 沈洛只是与他对视一眼 便知道原本那个路画明已经回来了 他才刚刚放心些许 身后就传来了池油的震天怒吼 沈洛猛然扭头望去 就看到池油正仰天长笑 浑身气息暴涨不说 伴随着一声声怒吼 身外发散的波动也在一圈圈冲撞着四周 压制他的玄黄无极震 也在这狂暴气息的冲击下 显得有些难以为继了 最后一块远古魔器和这道魔魂回归本体 他的肉身和魂破变已经技术复原 重归圆满 这一刻的池油 恐怕实力已经彻底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而等现在投降 尚有一线生机 还敢赋予顽抗者 勇士不得超声 池油手中黑色长矛朝前一指 声音如九天滚雷 隆隆作响 众人闻声心中皆是一阵巨阵 肝胆都难以抗拒的震颤了起来 池油的威压实在太强了 这已经不单纯是来自心灵上的压制 而是实打实的在神魂修为等方面 全方位的压制 乌满二本就修为最弱 体魄也不如其他人坚韧 此刻更是忍不住生出丢了兵器 转身逃跑的念头 他死死钻着一脚 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白霄天察觉到了他的异样 浑身金光亮起 来到他的身前 替他抵挡一二 乌满二顿感压力大减 看着白霄天的后背 投去感激的目光 但凡能够帮忙催动玄黄无极震者 无意不是各派修士中的佼佼者 虽然顶着赤油无比强大的威压 却无意人退后一步 他们与魔族这场大战之前 也都曾去其他三州战场 或探查情报 或参战支援过 见识过赤油魔族通知下的众生百态 心知那是真正的人间炼狱 生不如死 与其让他们投降之后 生活在那样的炼狱中 还不如在这一战中拼死一搏 即便最后依旧难逃失败 但也至少死得其所 很好 那你们就可以去死了 赤油一声抱贺 说话间 他手中黑色长矛一处地面 黑色矛身顿时刺穿地面虚空 稳稳扎在了一道空间裂袭中 紧接着 就见其忽然抬起一脚 猛然朝着地面堕了下去 轰蒙其落脚的瞬间 一道黑色光运从其脚下扩张开来 紧随其后便响起震天巨响 一阵轰鸣之声中 其脚下虚空瞬间崩裂 开发到巨大无比的攻贺 周遭虚空破碎 空间窝流混乱狂卷 大量的空间裂缝如珠网一般密布 强烈的冲击波四散冲去 玄黄无极震顿时剧烈摇晃 光芒乱颤起来 所有摧持大阵的人 接受到这股力量冲击 身形巨震 难以自持 而吃油竟然难以被压制 但有脱困之事 第2072章虚空之刃 众人见识不妙 也都顾不得自身伤势 全都疯狂催动各自法则之力 使之融入玄黄无极震中 帮助大阵重新稳固 继续压制吃油 沈落豹和一生 身上当即有银白色的光芒鼓荡而出 如一层清风拂过 这壁四野 是涂鸦制住吃油带来的动荡 以空间法则之力强行稳固法阵 随着这股光芒的蔓延 四周空间的动荡感终于逐渐平息 可就在这时 吃油身上乌光荡漾 身形忽然从原地消失不见了 紧接着 沈落就感到眼前空间一阵扭曲 心中顿感不妙 只是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他身前的虚空中 吃油的身影就已经浮现而出 手中黑色长矛朝着沈落一挥 却是做出劈砍之状 众人看到 长矛在落下来的时候 表面乌光暴涨 竟是直接化作了一柄黑色巨刃 带着撕裂虚空的力量 狠狠落了下来 沈落匆忙之间 只能双手紧握开天府 将之横在胸前 作为护盾 庇护自身 将的一声巨响 一道黑色光刃炸裂开来 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力量冲撞而至 当中裹挟一股复杂无比的融合法则之力 瞬间将沈落劈飞了出去 他的双手之上冒出无数道纤细血痕 挖骨断筋般的疼痛肆虐其中 令其手掌暂时脱力 一时坚禁是握不住扶柄 使之脱手 沈落强忍惧痛 试图稳住身形去追开天府 可那道身影却已经再次撞了过来 裹挟着一股狂暴剧力 再次将他打飞 吃油凌空而至 抬手一射 开天府就在虚空中长大 化作合适的尺寸 落入了他的手中 也不见其有丝毫练化动作 只手单手一握 体内汹涌魔气就滚滚流入开天府中 令其表面暗闻纷纷亮起 府身颤明不已 一股弥漫整个空间的破灭气息 从府身上释放而出 令四周温度都好似降到了冰点 众人心神紧绷 大气都不敢出 只能全力维持法则之力释放 试图压制住吃油 然而 却始终收效甚微 恢复了巅峰实力 又手握神器开天府的吃油 此刻已经无可匹敌了 人神统治三界的旧秩序 呆破了 吃油双目一凝 身形在虚空中一个翻转蓄力 手中巨斧朝着五色光芒骤然一批 虚空之中 好似有虚空之刃四次传来 声音模糊 下一瞬 一道巨大无比的黑色辐光 化作一道半月状的弧光飞射而出 落在了五色光芒上 爆发出一声震天轰鸣 爆炸开的光芒中 那道黑色辐光飞弹没有消失 而是剧烈暴涨 化作了一道贯通天地的巨大光痕 一刹那 整个天地都好像被遮一幅 劈开了一道裂痕 高空中 那颗光芒万丈的太阳 中央突然有一道黑色裂痕亮起 进而左右一分 竟是被那一击虚空之刃神通 劈成了两半 乍世间 像是有一层无形波动 从九天之上蔓延而下 席卷了整个天地 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有什么东西从自己身上扫过 但只有少数人真正清楚那是什么 沈落被那无形波动扫中的瞬间 手臂上的混沌黑联盟的一颤 所有花朵中心光芒一团 接着一团消失 其中所铸藏的法则之力 全都消失不见了 也是同一时间 原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玄黄无极阵 也终于彻底崩溃了 怎么回事 原天刚眉头紧皱 法则之力没了 我的法则之力没了 白霄天惊呼道 不可能 绝不可能 很快 众人就陷入了癫狂中 他们赫然发现 丢失了法则之力的不仅仅是玄黄无极阵 就连他们苦修多年 才掌握的法则之力 竟然也那么凭空消失了 强烈的恐慌感席卷而来 一下子让很多人都丧失了斗志 沈洛看着手臂上的黑帘 发现自己再也感受不到 包括时间法则 空间法则 研报法则 立之法则等所有法则之力 再抬头一看那道撕裂天空和太阳的裂痕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原来之所以梦境中的穿越世界里 沈洛没有见识过任何法则之力 正是因为赤友也曾动用虚空之刃神通 他这裂天的异府 刺裂的是天道 是万物运行的法则 使之陷入了混乱 故而天道都已崩坏 法则之力又怎么可能还长存 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响彻了几乎每一个人的心头 这并不是谁喊出的声音 而是他们心中同时浮现的一个共识 当下的赤友 实力实在太过强大 也太过可怕 即便是镇原子这样的老一辈天尊强者 此刻心中也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 他们若是输了 那么三界众生便输了 那传闻千年的面世魔节便真的降临了 陆化明仰头看着那个根本不可能战胜的敌人 心中并无退意 有的只是死至 只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明知不能战而战之的决绝 沉落站在原地 没有动 甚至没有惊慌 他的双眼没有去看吃油 而是看向了高空中被斩掠的那轮太阳 各色颜色的光环在其上绽放 崩毁 扩散 那四周还有一圈圈 寻常修饰根本无法察觉的力量波动 正在不断地溢散着 那是极为精纯的先天之气 沉落手掌稍稍张开 手臂上的十二朵混沌黑莲花瓣上的金色纹路纷纷亮起 一股鼓沛燃如海般的先天之气从崩溃的太阳中流散而出 朝着黑莲聚拢而来 棒勃的力量瞬间冲入沈落手臂 令她的身躯一阵身子不由向后退开一步 但紧接着 蜡鼓令她都感到心机的能量 竟是转瞬就被混沌黑莲吸收干净 像是十岁之味一般 一朵朵混沌黑莲全都高高扬起头 在虚空中摇曳着 如像日葵一样伸长了脖子 迎向太阳 随着越来越多的先天力量涌入 混沌黑莲一个个快速长大 彼此之间开始相互靠近 跟虚和花镜开始相互缠绕 花朵也彼此簇拥在了一起 这时 沈若惊奇的发现 这些混沌黑莲夜半上的金线开始续接在了一起 叶片也开始彼此融合 竟然有了融为一体的趋势 不过树西功夫 所有混沌黑莲竟然真的融合在了一起 化作了一座十二品的黑色莲台 莲台上的每一片莲花花瓣 都像是像了一层金边一样 外围包裹着一圈金线 看起来既神秘又优雅 散发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气息 第2073章为后背开天第一线 沈若新神沉浸黑色莲台之中 整个人都好似于这股气息 以及混沌黑莲融为了一体 一时间竟然失去了对外界的感知 另一边 吃油在施展了一记虚空之刃之后 力量再次涌起 手中开天府上的暗纹再次亮起 棒薄的力量补荡 眼看就要再次挥击而出 只是这一次 他的目标不再是天空 而是那些胆敢对抗自己的各族修饰 空梦龙没有了玄黄无极阵的压制 吃油手臂稍稍移动 便引得天地变色 轰鸣之声大作 他手臂轮转 开天府上破灭气息遮蔽天地 四周虚空冰寒一片 到处都是纪念虚无的气息 巨大的辅任光芒再次化出 那道毁灭一切的半壶光刃 恍惚间 众人好似看到了悬挂天穹的弯月 从天空中坠落而下 所过之处虚空进阶破碎 无数道黑色的空间裂隙 如纵横交错的蜘蛛网一般铺开 巨空开始寸寸塌陷 整个空间都好像从这方天地中被切割出来了一样 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混沌漩涡中 所有人都无法逃脱 只能等待最后命运的降临 这一刻 所有人都好似看到了终结 看到了浮华一世 终归虚无的结局 所有的反抗 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拼搏 在这足以毁天灭地的一幅之下 仿佛都是梦幻泡影 已经根本没有抵抗的必要了 巨空之刃下 众生平等 没有人能够逃脱死亡 但同样的 也没有人会担心坐以待毙 将神天城枪一挺 神情豪迈 朗生大笑道 哈哈 打过了这一场 此生无憾了 诸位 我先走一步 说吧 他浑身金光暴涨 做事就要主动迎上去 只是还不等他有所动作 一只手掌就已经按在了他肩膀上 刘德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还没到需要你们坦然赴死的时候 记住 这一仗我们败了 不代表三界就此完结 你们是未来的希望 震元大仙笑着说道 即便要当那成灰的蜡锯 也该是我们先来 菩提老祖一甩浮沉 也走上前来 他们两人视线交错 又都下意识 看了沈洛一眼 因为他们从沈洛的口中得知 在原本的时间长河中 即便是摩羯降世后的千年 三界依旧有各方力量在组织反抗 并且从未断绝 尽管这次情况有些不同 他们也相信 一定还会有人持之以恒的反抗 而眼前这些年轻修士 便是留给后世反抗力量中最旺盛的火种 说吧 震元大仙身上清光流散 身形好似踩踏云梯 一步一步剑瓷登高 身上道袍裂裂鼓荡 腰间悬挂着的一块黑色玉排 却是垂在身侧 纹丝不动 不拜鬼神 不惧妖魔 无此生 唯拜天地 震元大仙口中一生轻盈 腰间那块黑色玉排当即迎风飘起 在他身前快速长大 化作一块九丈九尺九寸高的漆黑石碑 石碑表面粗糙无比 没有任何花纹修饰 只在正中央处 树刻着天地二字 天地之间有正气 一道清光裹挟着清风扶摇而上 迎头撞击向了那道虚空之刃的斩机 紧随其后 菩提老祖身上亮起白色光芒 身形飘飞而起 旋力在了震元大仙身侧 单手向上一勤 身后便有一棵巨大无比的菩提树凭空生出 菩提树下雾道果 今日奉还天地间 说话的同时 它的身形也随逐渐飘渺的声音 逐渐消散于天地间 一身血肉精华和修为气息 确实尽数溶于了菩提树中 菩提树上光芒流转 一根根枝干延伸生生长 如一只托天巨手 朝着上方托举而去 天地石碑上的清风 最先撞击在了那弯月牙之上 清风瞬间崩碎 化作星星点点光芒消散于虚空之中 紧接着 菩提树挡在了上方 虚空之刃的斩机没有停下 巨大的树冠当即从中央分裂而开 就好似一个活生生的人 被劈开了头颅一般 尽管依旧无法抵挡这一击 菩提树的支支压压却是一根 接着一根银向锋刃 凭借自己所有的力量 试图阻拦这一击 卡卡的碎裂声不断 菩提树终究难以抵挡 几乎被彻底一分为二 与此同时 速度稍缓 锋芒稍顿的辅光 终于劈砍在了那座天地石碑上 轰猛沉闷的声响震撤天地 一时间 那石碑上光芒俱颤 竟然没有损毁 我为后背开天地一线 镇原子没有丝毫迟疑 身形也化作一道清光虚影 一步迈入了石碑当中 身形一枚而入 与之融为一体 驾一瞬 石碑之上清光暴涨 暂时停止了颤动 在其正中央处 一道空间裂系撕裂而开 露出一线天光 在那天光之外 正是仍在厮杀交锋的长安城 此刻已是满目疮痍 形同废墟 至到如今 真的还要逃吗 陆化明看着那一线空间裂系 迟疑道 那是两位前辈 用命为我们争来的一线生机 我们白霄天双目泛红 艰难说道 走吧 辅东来叹息一声 语气中透着坚毅 好不甘心 我好不甘心呢 将神天咬牙道 都莫要意气用事 速速离开 尊悟空眼眶通红 一声赤道 话音刚落 就听枪的一声响 去空之刃的辅光再次压下 天地石碑竟然也要支撑不住 上面裂开一道醒目裂痕 连带着其内出现的空间裂系 也有些不稳起来 快走 尊悟空一声怒吓 众人终于行动起来 雾瞒儿最先被人推散着 送到了外面 紧随其后 将神天等人也都陆续穿过空间裂系 涅彩珠渐审落状态不对劲 正打算强行带他离开时 天地石碑上的裂口再次扩大 眼看就要崩溃 尊悟空连忙飞身上前 双手按在天地石碑上 将自身法力毫无保留地 朝其中灌注进去 强行支撑维持着那最后一道生门 然而 石碑开裂的速度也只是稍稍缓解 根本无法制止 快啊 尊悟空大吉 一声疾呼 涅彩珠也想快一些 可此刻的沈若像是被禁锢在了原地一样 任凭他如何用力 后者都是纹丝不动 如同一尊雕塑 第2074章再战 安可要支持不住了 尊悟空艰难呼喊 天地石碑上的裂痕已经蔓延下来 眼看就要殃及中间的空间裂系了 就在这时 沈若手臂上忽然有一团乌光亮起 化作一道巨大的黑色连台 托取在了天地石碑下方 其内乌光上涌 一股磅薄力量上冲 见识在一瞬间 稳固住了石碑 尊悟空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视线不由望向了沈若 你们先行离开 接下来就交给我 沈若此刻身上散发的气息十分古怪 他语气平静地对两人说道 尊悟空正要说话 可看到沈若神情坚定 便没有开口 乐意沉吟后 他留下一句我们在外面等你 便转身出去了 彩珠走吧 这里的战斗 你帮不上忙 沈若见念彩珠站在原地没动 却说道 往日里温顺听话的涅彩珠 此刻却是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沈若看 没有挪动步子 也没有半点要离开的意思 你又想让我再哭等你一千年吗 涅彩珠眼眶续着泪水 问道 沈若闻言 心里闪过一丝愧疚 沉默片刻后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说道 那你在旁边看着就好 不论如何 不要出手 还有 保护好自己 涅彩珠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立在原地 沈若抬手一挥 黑色连台上爆发出强烈乌光 上冲而去 与那道辅光狠狠撞击在了一起 两者撞击之处爆发出一团混沌灰光 眼看就要炸裂开来 这时 天地石碑中央那道空间裂袭中 忽然有流光一闪 几道人影先后从中跌扑了出来 沈若来不及细看 只能全力催动混沌连台 其上光芒猛然爆发 一道巨大连影上冲而起 漫过天地石碑 撞击在了辅光之上 轰然之声 震撤久消 那本就已经被消耗不小的辅光 在连影的冲击下 终于崩溃炸裂 光芒消散开来 可怜带着那座天地石碑 也一同毁灭了 沈若抬手召回连台 全在身前防御 这才回身看了一眼 只见陆化明 白霄天 王洪和甫东来四个家伙 全都出现在了身后 就连乌满尔也躲在白霄天的身后 露出了半个脑袋 鼓闹 你们又跑回来做什么 沈若面色一素 赤道 我看你们都没出来 实在放心不下 白霄天挠了挠光头 迟一道 沈若无奈 看向陆化明 我放心不下 想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陆化明说道 你呢 沈若又问敖红 我看他们俩冲进来 想拉住来着 不小心被带了进来 敖红勉强挤出来一个笑容 开口说道 我 我也是 乌满尔连忙说道 眼见沈若沉吟不语 陆化明索性说道 要是这次败了 我们逃出去也没有意义 就算是死 我也想和 想和大家在一起 沈若知道他是想说古话灵 但终究是没能说出口 说什么胡话呢 谁说大家要死的 都好好看着 看我怎么剩他 沈若撒然一笑 众人闻言 看着他那自信的神情 眼中皆是闪过了疑惑之色 这时 沈若已经转过了身 背对着众人 朝着吃油飞身而去 转身的同时 他的脸色变得无比凝重 方才的自信之色 疏然消失 有的只是浓浓的战意 他站立在黑色连台之上 单手提着轩辕剑 浑身气息骤然爆发 刹那之间形成 一圈圈火焰波纹 环绕四周 这一瞬间爆发出来的气势 竟然丝毫不在 佛祖和号天上帝之下 看到这一幕 沐化明等人的神情 也跟着变了 他们心中皆是惊疑不定 有些不敢相信 沈落的胸围竟然在这短短的交战时间中 又提升了 或许真的有一战之力 或许真的能赢 作有人的心中狂乎不已 吃油何在 与我在战 沈落一声爆喝 声音有如滚雷 响彻整个虚空 吃油手握开天府 一直在继续力量 连续发动两次虚空之刃 他的消耗同样恐怖 看着眼前不知深浅的沈落 他不得不暂时停下攻击 他的视线落在沈落身下的黑色连台上 目光微微闪烁 似乎有些看不出连台的跟角 临山如来 好天上帝都不是我的对手 你以为你是谁 也配与我在战 吃油双眸微眯 朗声喝道 我曾于千年之后击败过你 此乃宿命注定 那时可以 今日也一样可以 沈落不再啰嗦 手中轩人神剑紧握 高举而起 其身下混沌黑莲经文一闪 一道乌光贯通沈落身躯 直冲入他高举着的轩辕神剑当中 原本散发金色光芒的剑锋 瞬间染成漆黑之色 一股玄妙难鸣的气息波动 取代了原本轩辕神剑的气息 爆发增长出一道巨大无比的黑色坚硬 划破虚空 朝着吃油当头斩去 四周虚空轰鸣之声大作 整个空间震颤不已 虚空之中一股股磅薄气息被剑影牵引 形成了一片模糊的元气乱流 裹挟着直扑吃油 这次 你可没有机会 在狗活到千年之后了 吃油吃笑一声 已然蓄力完毕 同样飞身而起 双手紧握开天府 朝着沈落几人披了过去 开天府上浮纹一闪 滚滚魔气汹涌灌入 一股磅薄如海的破灭气息 从中散发而出 顿时另半个虚空都染上墨色 辅润之上乌光画作一道巨大浮影梯展而出 雄魂的天地元气浩浩荡荡俱勇 化作一股黑色风暴 冲撞而来 整个空间都好似被撕裂成了两半 各自追随着剑光和浮影冲撞在了一起 空梦龙暴鸣的声音乍响 混合着这方天地的剧烈震荡 让白萧天等人都感到脏腑俱颤 被强烈的波动冲撞的一阵凶闷 呼吸都有些不顺畅起来 高空中剑光与浮影激烈碰撞 一时之间并未立即分出胜负 但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浮影明显气势更胜 其上爆发的光芒不断消磨着剑影的力量 使之逐渐弱化 剑落下风 下方 猎彩珠双手紧握 目光眨也不眨 白萧天等人同样面露坚毅 视死如归 乌满尔脸上甚至涌起一样潮红 第2075章不孤单 眼看剑影逐渐虚化 就要抵挡不住的时候 沈落驾驭黑色连台飞身而上 手持轩辕神剑直接冲入了巨大剑光当中 乍世间 剑光之上光芒暴涨 带有游虚化石的迹象 沈落身处剑光之中 同样做出举剑挥斩之状 本已经快要崩溃的剑光盾石力量暴涨 反向浮影压迫了过去 就在这里终结吧 这时 狮有朗笑一声 飞身也冲入了浮影当中 他口中骤人发出一声爆喝 混身魔气汹涌鼓荡 技术融入开天府中 那令人心悸的破灭气息 在此刻转变成了绝对的毁灭气息 他要摧毁眼前的一切 摧毁所有的阻拦者 观战的涅彩珠等人 心脏从最开始的砰砰狂跳 到现在仿佛停止了跳动 每个人都知道最终的对决降临了 他们屏住了呼吸 甚至忘记了呼吸 下一瞬 更加巨大的爆鸣声乍响 他们几乎同时闷哼一声 眼耳口鼻皆是流出了鲜血 只是被这声音震荡 便已经受了伤 所有人反应过来 连忙施展神通庇护驻彼此 迎接着接下来的狂暴冲击 然而 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是 那欲想到的凄浪冲击 空间撕裂都没有出现 甚至连一丝爆炸余波都没有生出 他们仰头望去 只看到高空中出现了一道明亮至极的光团 那光芒就像恋人一般琢磨 令人完全无法直视 但转瞬间 那耀眼白光就消失不见了 原先光团所在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方圆障许的黑色空洞 内里漆黑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似乎就连四周映照进去的光 也都被黑洞吞噬 不再有半点踪迹 沈落 一声淒厉哀嚎响起 众人目光皱缩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只见那黑洞边缘 一具破碎如同无数柳絮般的身躯 正在飘荡着 被黑洞吞噬 那身躯不是别人 正是沈落 他断裂的右手中 还握着一截断剑 那座黑色连台也已经碎裂 化为一块块残片 伴随着沈落的身躯 滑入了黑洞当中 一卷略带残损的画轴 也漂浮在他身侧 随之一起落入其中 等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 那张许方圆的黑洞逐渐坍缩 直至化为一个肉眼 几乎无法看见的黑色圆点 另一边 赤油手中倒提着开天府 庞大的身形显得有些功楼 亮呛着向后退开一步 大口一张 开始贪婪的西十四周空间中的天地元气 涅彩珠愣在原地 茫然无语 陆化明目自欲裂 眼神中满是痛惜和杀意 白霄天脑中全是沈落破碎的身躯 双手合十 却始终难以念诵出往生咒的半个字 罢了 反正灾结在此 谁也躲不过 沈兄不会孤单的 欧红轻叹一声 反倒是露出了一丝轻松笑意 沈兄的路已经走完了 接下来该我们了 不该让他走得孤独 府东买虎躯一阵 身上气息爆发开来 洒然说道 雾满而抿着嘴没有说话 手中法杖一舞 一道迎接绿光从每个人的脚下升起 众人就感到周身一阵舒畅 先前所受的伤势竟然都好了大半 多谢了 白霄天回身看了一眼脸色煞白的乌满耳 笑道 路化明目光一明 没有任何豪言壮语 没有丝毫迟疑畏 身形直冲而起 伴随着一道剑光融入身躯 他整个人在半空中不断拉长 直至化作了一柄造型古朴的青色巨剑 一身过往 一身剑气 全部原荣于此 剑气内敛 剑意却盎然 天地之间 仿佛再也没有能比这一剑更辉煌的剑势了 一线天光纵开 路化明人剑相合 气息丝毫不逊天尊 以生平最后一剑 直指持有 白霄天锦随其后 浑身鲜血溢出 化作一层金漆覆盖周身 他的身形拔跌而起 骤然化作万丈金身 周身宝光大作 神似佛陀再生 他的动作同样朴实无华 只是平推一掌出去 便如一阵清风 吹散了所有遮蔽望眼的浮云 化作磅薄气静 撞击向了持有 口 辅东来一声咆哮 献出百丈虎驱真身 浑身气势爆发 千丈锋刃从其四周升起 熬 熬红一生龙银 同样献出神龙金身 四周云气生腾 水气弥漫 似乎整个东海水运都被凝结至此 只为发动这生平最后一击 云从龙 风从虎 两者相合 云气翻腾 水屋弥漫 一时间静是气态万千 涅采珠目光从哀伤逐渐转为仇恨 进而从仇恨又转为了空洞 他身形飞略而起 悬浮在高空中 抬手虚空一握 落幕神功浮现而出 只见其抬手一拉弓弦 体内巫神绝全力运转 一道金色箭矢随即凝聚而出 周身巫力汹涌鼓荡 竟是丝毫不计代价地都朝着手中 那只箭矢中凝聚而去 在其身后 一道道祖乌身影浮现而出 高大的身躯俯视着下方那道翘立身影 僵硬的面上没有丝毫表情 一刹那间 一道道祖乌身影也都被力量牵引 化作一道道流光 涌入了那只金色箭矢当中 磅薄的力量一层接着一层叠加 爆发出令人惊骇的波动 赤油远远望着这群不计生死 也要与他搏命的年轻人 眼中没有丝毫怜悯 有的只是鄙夷和唾弃 匹夫汉术 终究只是徒劳 话音刚落 他就感受到了 涅彩珠身上爆发出来的能量波动 神色终于起了变化 十二祖乌的力量 呵呵 一个女娃子竟然能将 十二祖乌的力量融汇至此 道是实属罕见 只可惜拼掉性命 你也只能发挥这般力量了 赤油冷笑一声 提起手中开天府 便欲将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 全部清除 然而 他一提之下 开天府竟然变得有几分沉重实质之感 才恍然惊觉 先前挥出的那三姬虚空之刃 特别是与沈洛对峙的那一姬 已经消耗了他太多的力量 此刻在想继续使用开天府 发出先前那样的强力攻击 已经有些吃力了 好在最难缠的家伙已经死透了 虽然眼前这些人在他看来已经足够优秀 但仍然不是他的对手 即便不用开天府 他也一样轻松能胜 今天高兴 就陪你们玩玩 于是 他松开了开天府 抬手虚空一握 一柄黑色长矛随即浮现手中 长枪一挺 便朝着那几人大步赢了过去 第2076章人种 此刻 在那一点黑洞之内 沈落破碎的身躯 如同无数柳须一样 漂浮在无边无际的黑暗当中 在他的碎尸旁 那卷山河设计图也静静悬浮着 这时 画卷之上忽然有一道光芒亮起 画卷随即开始徐徐展开 其上所画景象却已经起了变化 成了一片山岳崩塌 江河断流 城池崩毁 饿瓢满地的末日景象 谁小子 谁小子 这时 一个略带沙哑的呼喊声 忽然从画卷之内响起 只是声音微弱 在这黑暗空间内 有如蚊虫蒙鸣 叫了半天 也没有丝毫回应 画卷内的一棵老槐树下 此刻正有一人背着双手绕树来回转圈 焦躁的模样一览无余 赫然正是火灵子 喂 我说谁小子 你到底是死没是没死啊 倒是回我句话啊 火灵子焦急喊道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 依旧没有人回答 你这家伙 都知道提前把我转移到山河设计图里 怎么就不知道护好自己 你死了一了百了 把我困在这山河设计图里 这算个什么事啊 火灵子不知是称怪还是抱怨 嘴里碎碎念道着 一旁倚靠着树坐在地上的赵飞己 沉默良久 叹息道 主人他已经陨落了 我察觉不到他身上的气息了 我们之间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了 火灵子文言 碎碎念的话语 戛然而止了 过了许久 他忽然从绣袍中翻出一雾 嘴里念叨着 这么多年没动用过的老物件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用了 说着 他便把那东西往地上一丢 只见一道光芒闪过 那东西快速长大 很快便做了一尊一人来高的五色石炉 火前辈 你这是要做什么 赵飞己见状 惊讶问道 做什么 做人呐 这谁小子不省心 我也只能再帮他最后这一回了 火灵子反问了一句后 又自顾自说道 赵飞己从地上站了起来 看着眼前这尊通体实质 却分布着赤 青黄白黑五种颜色的奇怪炼炉 依旧压不住心中疑惑 继续问道 前辈 这到底是什么 你又要做什么 都跟你说了 要做人 至于这个炉子吗 是用五彩石做成的 叫做人肿炉 火灵子开口说道 赵飞己没有听说过什么人肿炉 但他却知道五彩石 那是当年女娲娘娘练食补天的原材料 是时间顶级的天才地宝 您 赵飞己还想问话 却被火灵子打断了 行了 你再多问两句 沈落的三魂就要散尽了 到时候就算做出来了 也不是本来的味道了 你安心在这里待着 火灵子叮嘱道 说吧 他手腕一转 掌心中浮现出一块圆形阵盘 那模样与古玄心盘有些相似 但却又不完全一样 倒似乎像是被重新改造恋化过了一样 只见他抬手在阵盘上点了几下 一道微缩法阵便飞快在心盘上凝聚而出 其上迸发出一道银白光芒 射向天空 画卷世界的天空上 当即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大洞 连通到了外面世界 而后 就见其一手持着星盘 一手抓着人肿炉的一脚 身形画红 直冲出了那道漆黑大洞 来到了黑洞空间了 山河设计图随之缓缓收拢 复归卷轴模样 火灵子目光一扫 就看到了沈落烂如棉絮般的身躯 零零散散地漂浮在虚空中 真是惨啊 他嘖嘖一声 随后 火灵子抬手一挥 阵盘当即飞落而下 在一道光芒中飞速长大 不一会儿 一座星盘平台浮现而出 火灵子将人肿炉放在了星盘平台的正中央 而后扫了一眼沈落破碎的身躯 灰起锈袍朝着虚空一扫 一道无形风镜便如一把调肘 在虚空一扫而过 将沈落的所有残躯 都扫了回来 还好 还好 主要部件都在 只需要稍作填补 问题不大 火灵子仔细轻点了一下 随即自语道 说吧 他便挥手打开颅盖 将沈落的碎尸拳都放了进去 包括他手上的那节残剑 和身旁悬浮的混沌黑莲的碎片 套好之后 火灵子又从袖中掏出一支金丝编织的囊带 从里面随手抓出一把五色土 朝着炉子里撒了进去 然后 他便盖好炉盖 手掐了一个法掘 朝着人肿炉打了过去 下一瞬 那一人高的石炉内顿时燃起雄雄大火 炉身上五色光芒同时亮起 闪烁着玄妙无比的光芒 做好之后 火灵子也没闲着 继续在新盘所画的平台上来回走动 脚下步伐更是奇特 像是在踩踏某种钢布 每一次落脚皆有深意 等他一遍走过之后 整个平台上忽然亮起黑色光芒 法阵四角分别升起一根黑色石柱 上面各自悬挂出一张房屋大小的步番 每一个步番上的图样纹饰皆不相同 赫然分别是招魂番 隐魂番 灵魂番和回魂番 其中 招魂番位于西南角的死门 而回魂番则位于东北方的生门 随着法阵运转而起 四面魂番依次亮起符纹 一片乌光上冲于空 阵阵幽名低语之声不断响起 牵引着亡者归魂 然而 等了许久 乌光之中都没有任何动静 也不见有沈落的神魂归来 醉得这么彻底 四番魂阵都找不回来 而说不应该呀 一神小子的神魂强度 再怎么也不至于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彻底消散吧 火灵子顿时有些慌了 严毕 他立马盘膝坐地 单手并直抵住自己的眉心 一层金光随即从其身上亮起 在他周身之外 丝丝缕缕金色丝线延伸眉露虚空 如水中发丝一样轻柔飘舞 过了好一会儿 他的双眼猛然睁开 喃喃自语 怎么会 不在三界中 同一时间里 沈落的神魂正困在一团混沌迷雾中 他仿佛睡了一觉 做了一个极其漫长的梦 此刻睁开朦胧睡眼 一时静不知身在何方 吃油 杀吃油 陡然间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想起 让他猛然惊醒了过来 可当他茫然环顾四周时 却发现周围除了灰蒙蒙的雾气之外 什么都没有 那雾气之中察觉不到任何人 任何事物的气息 有的只是空虚和混沌 直到这时 沈落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死了 眼下的神魂也不知飘荡到了哪里 第2077章 在天 也在你 沈落强压慌万的心绪 神魂开始在灰雾当中游荡 试图找到点线索 至少要弄明白自己究竟被困在了何处 他催动神魂 一个念头便远顿数千里 可等他停下来的时候 四周放眼望去 依旧是空虚一片和无尽的灰雾 哼 一定是吃油的手段 沈落心里暗骂一声 再次击闪而出 又是千里飞跃 然而 等他再次停下时 迎来的依旧是失望 四周的景物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没有任何活人或者死物的气息 沈落心中焦急 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飞跃 最后 不断的失望 他终于明白过来 这里就是一座无边无垠 也空虚无物的囚龙世界 他的神魂被困在这里了 恐怕永远也无法脱身了 沈落终于还是停了下来 看着茫茫雾矮 心绪复归平静 他不再急于脱困 而是开始思索自己当下的境况 一番分析之后 随即发现困住自己的不可能是吃油的手段 先前与吃油最后的搏命一击 沈落是从力量 修为 还是底蕴上 都全方位帝败给了吃油 他们之间的差距十分显著 在这样实力不均衡的状况下 吃油完全没有多此一举 将他囚禁起来的必要 而是完全可以直接将他神魂灭杀 半点不留 名符我也去过 即便神魂未灭 也该魂归久悠 可这里显然也不是幽明 我这究竟是在哪里 沈落思索良久 依旧没有答案 就在这时 沈落恍惚间听到了一声呼唤 那声音听着有几分熟悉 似乎 是来自火灵子的 他宁神戏听时 又觉得那声音太过缥缈 似有似无 激进幻觉 便摇了摇头 想要将这些杂念抛出脑去 即便是真的冰死出现幻觉 他想听到的声音 也绝不会是火灵子的 踩住他们 沈落叹息一声 已经想到了自己死后 他们的结局了 三界不可避免要进入千年的治安时刻了 现在的我终结在了这里 也不知道千年后 还有没有一个怀抱预诊的我 穿越而至 去拯救那时候的三界 沈落胡思乱想着 下意识 他就想要换出预诊 只是念头一起 他就自嘲一笑 有心无语道 分明已经是一道残魂了 还想着从楚雾法器中换出预诊 但紧接着 他就被打脸了 随着他的念头升起 一道黄蒙蒙的光芒在他身旁亮起 一支线条朴素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预诊出现在了身侧 天梦诊 沈落顿时大喜 只是当他伸手去拿时 才发现眼前的天梦诊 与他自己一样并非实体 而只是一团不知道是什么气体凝聚而成的 沈落手掌处碰到预诊时 其上黄色气体就被他的指头搅动 围绕着他的指尖流动起来 等他挪开手掌后 转瞬间又会恢复如初 沈落几番尝试之后 也无法将这预诊拿起 只得作罢 而后 他又心念一起 试图换出轩辕剑 结果等了片刻 身旁并无异常 既无神剑本体出现 也无武器凝聚而成的剑影出现 沈落醋眉 又尝试呼唤山河设计图 结果也是一样 没有任何反应 为何只有天梦诊是特殊的 沈落心中惊奇 他略意思索之后 脑中忽然灵光一闪 倒头就躺倒了下去 很快 他的后颈就诊在了那虚幻的天梦诊上 在接触的瞬间 天梦诊上便有雾气流散 朝着沈落整张面颊覆盖而去 嘶嘶缕缕细微的雾气 爬满了他的脸颊 沈落并未感到丝毫不适 反倒有一阵困倦之意袭来 他的双眼一合 眼前陷入一片黑暗 耳中却传来一个柔和的女子声音 对他轻语道 三姐再而难解 我与你最后一梦 成与不成 在天 也在你 沈落闻声 猛然惊醒 一下子睁开了双眼 然而 当他睁开双眼的瞬间 整个人就愣住了 他的眼前 依旧是茫茫然的雾气 依旧是混沌一片的虚空 什么都没有 唯独只有一道身影 是多出来的 那是一个浑身赤裸的男子 身材算不上高大 五官略显平庸 此刻他也像是沈落一般 刚从梦中醒来 抬手打了哈欠 继而伸了个懒腰 与沈落不同的是 他舒展身躯的时候 四周分布在虚空中的 蒙蒙挥雾被他轻轻一推 就推离了身边 与他保持了距离 不会重新聚拢回来 那赤裸男子看着周围的雾气 眼中闪过一丝不耐之色 抬其手左推右揽 将环绕在他身边的雾气 不断推远 给自己周围清理出来一片空地 赤裸男子看着周围的空间 并没有露出满意之色 于是站起身来 好动着将周围的雾气 不断推向远方 围过多久 他就清理出来 方圆石树杖的空地 但是 他似乎仍不满意 左顾右盼 上下遥望了片刻 抬手在虚空中一抓 一片片漆黑光芒在他手心凝聚 不一会儿 一柄黑色板斧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开天斧 他是盘古 沈落顿时大惊 接下来的事情 他已经知道了 盘古已开天斧开天辟地 创立出了三界知识 而后才有日月星辰 才有万物生发 才有三界繁荣 随着盘古的身影消失不见 虚空中 只剩下了一柄黑色板斧 悬浮于空 沈落见状 快步走了上去 一把握住了那柄黑色板斧 然而 就在他五指扣紧的瞬间 那柄黑色板斧瞬间化为雾气 消散于空 他也在一瞬间清醒过来 只看到了身边雾气凝聚的预诊 哪里有开天斧的踪迹 这是什么意思 为何要给我这一梦 沈落心中念头一起 很快就有了答案 方才他触摸到黑色板斧的瞬间 并非一无所获 而是从中感受到了一股过往 从未感受到过的法则之力 那是开天斧本身所具有的真正法则力量 得到开天斧以来 沈落一直以为其上凝聚的是破灭法则 是毁灭的力量 而现在他才明白过来 那是混沌法则的力量 混沌意味着不确定 意味着无数的可能 意味着毁灭和重生的融合 就在沈落领悟到这一点的瞬间 黄色雾气凝聚而成的天梦枕 瞬间化作一道黄色气流涌入了沈落手中 他下意识地屈指一握 手中黄色气流顿时凝聚出一柄虚幻的板斧影子 下一瞬周遭天地风云突变 此周灰色雾气奔涌 一道道气流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纷纷冲向沈落手中的板斧虚影 第2078章天广地阔 轰沈落的神魂轰然一阵 脑海中竟是不由自主地观 想起盘古真宫的修炼路径 历时便有更多的灰雾气流去笼而来 将他整个人都包裹了进去 火灵子还在呼唤着沈落的名字 嘴里不断喊着魂熄归来 可惜四番魂阵始终没有半点反应 不会吧 真的没了 火灵子有些错愕 南南说道 若是沈落神魂不能归附 他的肉体即便能够重裂 弄出来的也不过是个空壳子 没有半点用处 就在火灵子交集不已的时候 忽然一阵风从四番魂阵中穿过 从西南方的死门路 穿过大阵中央 却没有停留 又从东北方的声门出去了 火灵子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就看到一道神魂虚影从声门处显现而出 身形拔高而起 又直接朝着中央的人种炉内落了下去 他看得分明 那人影正是沈落 不可 火灵子大惊 历生疾呼 人种炉内肉身尚未炼制成功 神魂贸然进入 二者无法相容不说 沈落的神魂还有极大可能会被火焰烧灼 魂飞破散 乱了 乱了 全乱套了 火灵子急得来回跺脚 脑海中飞速思索着补救之法 可就在此时 一变陡声 原本火焰生疼的人种路里 忽然有大量灰白雾气弥漫而出 却只凝结包围炼炉 并不朝着四周扩散 火灵子在看到那团灰白雾气的瞬间 脸色一僵 愣在了原地 嘿 这小子 狗屎运还没走完啊 混沌肢体他也能炼成 他不禁喃喃吐出一句 说吧 火灵子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愣了片刻 又忍不住笑出声来 短短八十一息之后 人种炉内火焰熄灭 灰白雾气升腾而起 托取着一个盘膝而坐的身影漂浮而出 缓缓落在了火灵子的身前 沈小子 不得不说 你命可真大 火灵子赞叹一声 沈落双目猛然睁开 两个眼眸之中光芒闪烁 竟似乎有日月之灰满意而出 其身上肌肤倒无意向显现 看起来与寻常人一样 但只有火灵子明白 现在的沈落 和先前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火前辈 看样子是你救了我 沈落开口道 算是吧 不过看你的样子 似乎也不是很惊讶 火灵子皱眉道 不 惊讶还是有的 只是很早之前 我就对你有所怀疑了 不过看你对我一直并无恶意 也就没有捅破 沈落说道 很早之前 你为何会对我起疑 火灵子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 只是你展露出来的学识和眼界 与你的修为和背景 有些不相符合罢了 沈落笑道 唉 怪我没忍住 和你说的太多了 火灵子叹了口气 懊恼道 敢问前辈究竟是何方神圣 沈落抱了抱拳 认真问道 说这些就没意思了 火灵子摆了白手 一脸比一道 前辈不愿说这个 那你为何愿意在我身边跟随那么久 这个总可以说吧 沈落相信 这样深藏不漏的前辈 绝不会无缘无故在一个人身上浪费时间 游戏人间 在你身上发现了细不一样的东西 就想多观察观察 谁知道一个没忍住 就观察到了现在 火灵子随口说道 沈落不知道这话的真假 但见其一副不愿多言的样子 便也不再多问了 无论如何 感谢前辈救命之恩 沈落长衣到底 火灵子坦然受之 随即说道 行了 咱们缘分暂尽 就此告别了 前辈要去哪里 可否助我灭纱吃油 沈落文言 马上起身 略意犹豫 开口问道 打架这事 我不擅长啊 况且有你就够了 至于我要去哪 以后你应该会知道的 山水有相逢 咱们或许还是会再见面的 火灵子摆了白手 说道 沈落听得一知半解 但也知道阻拦无用 便只好抱拳送别 这时 就见火灵子抬手一招 化为脚下大阵的心寒和人肿炉 全都化作一道流光 飞入了他的袖子当中 紧接着 他从袖中取出一枚青色玉簪 朝着身前虚空一画 前方朦朦雾气中 当即撕裂开来一道漆黑口子 在这混沌空间里 果然容易许多 说着 火灵子两只手刺入那黑色口子当中 朝着左右一掰 精硬生生将那道黑色列系拉扯得扩大了几分 他一只脚迈过列系 探入黑暗中 又回国身来看向沈落 以其强之词对沈落说道 沈小子 记住 三界不代表世界 这天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广阔 说吧 他的身子往前一探 另一只脚也跨入了黑色列系中 黑色列系里随即亮起光芒 似乎有另一个出口被打开 里面投印出彩色光芒 恍惚间 沈落仿佛看到火灵子身上的一山呼的一变 但还未来得及看清楚 那道黑色列系就已经收缩完毕 消失不见了 沈落将火灵子的话全都默默记在心里 抬手一招 收回了悬浮在身侧的山河设计图 和所有纯阳飞剑 却没有看到天梦枕 他来不及细思 目光望向身前不远处 虚空中悬浮着的一个微不起眼的黑色小点 外界空间中 赤油手持开天府 眼中满是嘲弄的俯视着身前几人 涅彩珠 陆化明 白霄天几人 无一例外 全都东倒西歪地瘫倒在地上 身上血污遍布 一个个脸色苍白 显然已经受了极重的伤势 即便脱力无法驾驭开天府 我也不是你们这些废物能够抗衡的 接受你们的命运吧 在我魔族的统领之下 三界才有真正的未来 赤油露出猙獰笑意 傲然说道 说话的时候 他的目光飘向远方 似乎真的已经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三界 陆化明手握着残存的剑柄 燃雪的手掌颤抖不已 却仍是强撑着站了起来 目光灼灼地看向赤油 白霄天几人也都纷纷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眼中罢多没有悲凉之色 有的只是决然 乌满尔一直被挤人护着 受得伤势最轻 此刻站在白霄天身后 双手上亮起两片绿色光芒 在众人脚下凝聚出一座巨大的绿色法阵 法阵之上 光芒上涌 浓郁的生机渗透进入化明等人的体内 开始修复众人的伤势 白霄天冲他笑了笑 轻轻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用如此 乌满尔眼里擒着泪水 身上的法力并未散去 依旧全力催动着大阵帮大家补充力量 脸上神情有几分倔强 也有几分不甘 他知道他们已经不可能赢了 但他不知道此刻除了帮大家减轻些许伤痛外 自己还能做点什么 第2079章大事 吃油队眼前的这群蝼蚁 也已经失去了最后的耐心 到了此刻 他消耗的力量已经积攒了不少 手中提着的开天府上 也再次露出了锋芒 他不再有任何多余言语 将这些挡路的家伙灭杀 外面还有更多的人头等着他去采摘 这一次 他要屠灭长安 捣毁天亭 踏破灵山 他要杀的头颅滚滚 雪流成海 要让三界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反抗他 他提起的辅刃寒芒闪动 强大的压迫力 如同死神的威压一般逼向灭彩珠等人 终结的时刻 终于降临 就在此时 虚空中悬浮着的那一个肉眼南边的黑色小点 在这一刻突然亮起无穷乌光 并且快速扩大起来 一只白膝手掌率先从乌光中探出 伴随着的 还有大量的灰色雾气 紧接着 一道人影从萌萌雾气中闪身而出 出现在了聂彩珠等人身前 其身上雾气笼罩 好似穿了一件云气大厂 将终身遮蔽 好似仙人临帆 沉落 白霄天一声惊呼 所有人的目光 一瞬间全都变了 望着那个被雾气遮蔽的朦朦背影 惊叹道 沉落没有回头 只是迎着吃油的一击 单手向上一抓 他的手臂上看不到丝毫灵气法力流转 甚至动作都有些缓慢 看上去没有丝毫奇特之处 但结果却令所有人吃了一惊 只见他的手掌轻易的就挡住了开天府的辅光 掌心中似有一团混沌雾气凝聚成漩涡 将辅光上蕴含的力量瞬间吸取 令其所有威势消散一空 不等众人惊叹完毕 沉落的身影已经迎着辅任而去 依旧保持着原本的姿势 虎口向上一拖 直接卡住了开天府绽放幽光的辅任 将的一声瑞响 将所有人从沉落复活的震惊中 拉入了另一个更大的震惊 他 他徒手接住了开天府 陆化明喉咙干涩 有些难以置信的问道 没有人回答他 所有人都跟他一样 张着嘴巴 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怎么可能 就连吃油也爆发出了一声不可思议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发现 一直被他握在手中的开天府 竟然破天荒地流露出了一丝兴奋的波动 俯身自行颤名 竟要挣脱他的控制一般 要知道 开天府先前被沉落恋化之后 他都能随手夺来 并且反将沉落斩杀 开天府在他手上也一直保持着顺从 甘愿当一个杀戮的利器 可现在 他竟然有了反抗之意 这吃油怎么可能容许 当即灌注全身魔器进入开天府中 不管沉落是怎么复活的 他都要将之再次斩杀 可偏偏他越是加紧控制 开天府反抗的意愿就越明显 颤名之声就越大 不是你的 墙流也没用 沉落冷笑一声 五指一扣 猛地扣住辅刃朝怀里一扯 只有明宁紧握的开天府竟是自行缩小了体积 直接脱手而出 跟随着沉落的牵引而走 被他抬手抛弃 一把握住了伏柄 滑 这一次 开天府重新握在手中 沉落立马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感觉 那一瞬间 他感觉到开天府里有一股暖流涌出 像是血液一样汇入了他的体内 他与开天府好似血脉相通 融为了一体 果然不是破灭气息 而是混沌气息 是不死不灭 是不破不立 是天压我三分 我便要天退我三尺 沉落心中瞬间明悟 与此同时 他握着开天府的手 也变得越来越炽热起来 只见开天府上的繁复花纹寸寸亮起红光 一股灼热气息在府身上传荡开来 府身却并未转为赤红之色 只有府润处像是被烧红了一样 亮起一层鲜亮光芒 棍盾之躯 吃油看着沉落身上的变化 神色终于起了变化 眼中惊骇之色一闪而过 这场三界动乱 也该是了结的时候了 沉落神色平静 说道 幻音落出 他便抬步朝着吃油迈去 只是一步踏出 沉落身后虚空中 便有无数混沌元气汹涌而来 像是从龙之云 又似从虎之风 全都跟随着他朝着吃油逼了过去 在陆化明等人看来 此刻就像是有半片天空 都随着沉落同步而行 他的身上似乎有着某种奇特的力量 能牵引着这片天地为他助阵 那是一种事 一种整个界面都要相随的大事 就连陆化明他们这些人 都莫名其妙地跟着走出了一步 体内的力量也似乎被这股力量牵引着 追随沉落而去 吃油在最初的震惊过后 很快就恢复了理智 他的双眼中喷勃出凶悍的光芒 庞大的身形开始收缩凝聚 不一或就变得与常人一般高大 可其身上气息却不解反增 变得更加浑厚难测 只见他的双手在身前一合 掌心中雪光凝聚 一柄模样古怪的雪色大月浮现而出 随即便有冲天魔气滚滚涌入其中 雪色大月颤鸣之声有如猛兽嘶吼 强大无比的灵压爆发而出 瞬间就将陆化明等人震飞了出去 各个口吐鲜血又遭重创 但沈落前进的脚步没有停歇 他的手臂上亮起一道道金色光纹 握着开天府的手臂抬起 蓄势片刻之后朝着池油横展而去 池油几乎抽干了体内所有魔气 全都注入大月之内 口中一声咆哮过后 朝着沈落纵踢了过去 一道雪光遮天蔽日 一道赤芒滑破苍穹 两道半月光芒撕裂虚空 瞬间对撞在了一起 一纵一横 交错出一个光芒耀眼的十字 轰蒙一声响彻天地的轰鸣声乍响 长安城上空亮起一片刺目白光 这一瞬间 还在交战中的各族修士们 全都停了下来 他们没有一人能够忍住 不去看那苍穹上的白光 但同样也没有一人能够看清白光里的事物 紧接着 一股席卷天地的狂暴气浪炸裂开来 强大的灵压冲击而过 将本就已经化为废墟的长安城彻底摧毁 一味了屏蔽 无数修士在白光和风暴中 化为了灰烬 消散无形 正与侥幸存活下来的 也都已经退出了长安城外 心有余计地望向长安城的方向 尽管没有看到沈洛和赤油的最终对决 但他们也都知道 方才爆发出的那超出他们认知的一击 已经决定了三界的未来 只是还不知道谁才是最后的圣者 第2080张苍穹之眼 尊悟空站立在极远处的一座山岗之上 远远眺望着那道刺目白光 他双目金光流转 催其火眼金金神通 眼眶却是通红一片 被光芒灼烧的泪水直流 在那明晃晃的白光中 他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悬空而立 手里拎着一柄板斧模样的冰刃 心中猛然一颤 但紧接着他就在那道身影之后 看到了更多的人影 逐渐弱化的白光中 所有人的身影显现而出 沈洛首提开天府站在最前面 猎彩珠等人全都跟在他的身后 被一层灰色雾气笼罩着 庇护在其中 赢了 尊悟空故不得眼睛酸涩 泪水直躺 将神天也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怎么了 你怎么还哭了 大圣 他的目力仍然受到白光影响 暂时也还无法看清光芒中的情况 一脸差一道 尊悟空没有理会他 身形一纵 朝着沈洛几人飞掠而去 越是靠近 他就越是心惊 方才那场爆炸的余威尚未完全散去 滚滚灼浪在虚空中形成了一道无形的气墙 将整个长安城范围都隔绝了起来 尊悟空凭借着自身体魄和修为 强行闯入其中 一路艰难而来 等到进入那道气墙内 他才终于看清 在长安城的高空中 出现了一道巨大无比的黑色裂痕 横冠虚空 看起来出目惊心 天裂了 作为五彩石玉玉出的生命 孙悟空一眼就看出 那道黑色伤痕是天被撕裂的迹象 连忙冲向沈洛几人 吃油呢 他到了近前 连忙问道 死了 被沈洛一服斩了 陆化明说道 那死死了都不安生 身躯炸裂的时候 将天给炸开了一道口子 这下整个天道运行都不稳了 白霄天催了一口 愤愤道 一旦天裂 洪荒水泻 恐怕又要酿成上古大洪水这般的灾害 人间落雨不歇 生灵涂炭 涅彩珠眉头紧簇 担忧道 不用担心 我来处理就好 你们先去安抚各派修士 将吃油已死的消息 告诉给所有人 愿意投降的魔族可以留条性命 赋予顽抗的就不需要留情了 这时 沈洛忽然开口说道 他的嗓音温和平静 却给众人一种十分踏实可靠的感觉 好 尊悟空当先音道 说吧 他率先转身离去 其余人见状 也都跟了上去 收拾残局的事情也并不容易 他们这些人战力还算完整 是镇压魔族反扑不可或缺的力量 唯独只有涅彩珠一人 还留在沈洛身边 没有离开 他看着眼前的人 双眼琴满泪水 这一日间的大喜大悲 起起落落 让他的情绪变得十分脆弱 甚至直到这会儿 他都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 我们 真的赢了吗 涅彩珠楠楠问道 沈洛见他这副模样 露出些许笑意 又有些歉疚 拉起他的手轻轻抚在自己脸颊 用真实的触感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真的 都结束了 吃油已经魂飞魄散 永远不会再为祸三界了 不过眼下天上还有个空隆 等我去修补 否则引来天河道观 人间就又要遭殃了 沈洛笑着说道 涅彩珠靠近他 轻轻扶在他的胸前 听着胸腔里那颗雄剑有力的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 有些不舍道 让我再靠一会儿 一会儿就好 沈洛轻轻拍了拍他的背 说道 别担心 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片刻之后 涅彩珠满脸泪水的从沈洛怀里直起身 目送着他飞升而起 飞往了那道天烈 只见其盘坐于一座十二品的黑色连台之上 抬手请起山河设计图 身形没于那道横贯天际的恐怖裂痕中 消失不见 时间一晃 已是三月之后 长安城外 一辆辆车马运输着大量的砖石木材 从休憩一新的八条宽阔关道 朝着仍旧是一片废墟的城池一记云集而来 战后 各方有过一次会议 为是否要在原址重建长安城起国争执 很多人都觉得这里损毁太过严重 且英灵死气过于浓厚 已经不再适合建立城池 不过也有许多人认为 长安城几次三番承受魔族侵袭 是一座英雄之城 不应该就此沦为一处英灵战场遗址 但一提到重建长安城的费用 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不只是单纯的建造一座城池 在修建之前 光是清理净化英魂 都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而这一次大战几乎席卷了四大部州的所有宗门 大家都处于捉襟见肘的尴尬时刻 根本没有余力帮助大唐重建长安城 大唐自身也是元气大伤 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在元天当都已经决定放弃长安 迁都别处时 一道人影从天外归来 只是抬手一挥 便如清风过境 将长安城废墟中的污秽禁术扫除 轻而易举地将所有阴魂送往了名府 此人自然正式审落 花费三月有余 他将开天府练化 以其混沌之力重补天缺 并且消耗自身大道修为 稳定天道 帮助三界核心重塑法则 在他的主持下 众人最终还是决定重修长安城 让世人永远铭记这段艰辛历史 之后 沈若并未参与后续针对魔族和部分妖族的处理 将所有事物都交给了大唐官府 天庭 林山等各大宗门 自己飘然而去 七年之后 沈魔之井深处 一道模糊身影出现在那黑白飓风顶端 对着飓风顶部的巨大漩涡攻身行礼 说道 骑柄主上 吃油失败了 那巨大的仿如苍穹之眼般存在的云气漩涡 竟然缓缓涌动起来 不多时 一张巨大面孔在漩涡深处缓缓显现 看来这个世界迎接新使命的实际上不成熟 吃油它太过心急了 等着八 介遇的风印已经松动 真正的洪流才刚刚涌起 春华县 春秋关后山 一处封闭幽谷 作为春秋关禁地 已经封闭多年 谷内绿树成荫 趋近通幽处 修建有一座茅庐 简单却不简陋的茅庐木屋前 各种鲜花不分季节的热烈绽放 引来风蝶飞舞 屋后一骑一骑碧绿蔬菜 鲜嫩碧绿 生长茂盛 一亲一男子躺在屋后院中的躺椅上 脸上盖着一把菩扇 刺在酣睡 猛然间 她惊醒做起 菩扇啪塌落地 引得田笼旁浇水的妻子回眸 青鲁额前垂下的发思 问道 已经七年了 还做哪个梦 男子坐直了身子 点了点头 那只巨眼就好像长在了我的石海里一样 我一次次梦到 一次次被他吞噬 还是一样的梦 妻子习以为常 不一样 这次我看到了火灵子 她说 跪在苍穹之眼那里等我 这个世界的真相 即将真正的降临 然后 我看到了一个极为陌生的世界 沈若说着 露出一丝困惑的神情 陌生的世界 一个夜里灯火辉煌 房屋临次至比 道路纵横交错 栖息着各种钢铁异兽的世界 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召唤着我 说话间 一道剑光破空而来 停在了山谷结界之外 沈若随手一招 剑光落入她的手中 从中献出一纸书信 上演 天穹之眼一动 陆化明 辅东来 白霄天联手探查 失踪 坐归 全书完 大梦主的故事已经到一段落了 有想看后面剧情的小伙伴们不用急 等以后有机会话 望语会给大家续写后面的故事 给大家展现一个更加宏伟的西游神话大世界 原字符原字符 完本感言 两年大梦主终于完本了 我写到最后两个字的时候 心里就像有跟绷了很紧的弦 终于能剪断了 大叔一口气 这部小说 算是凡人之后 我尝试新方向的 试水之作 很欣慰能得到 书迷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你们所有人 这本书里 我引入了梦境这样超脱现实 又能让人浮想连篇的概念 梦境中的千年之后 现实中的千年之前 时间上的错位造成的迷之故事 说实在的 我还是很喜欢的 试若这个人物在千年前曾经穿越到千年之后 那么如果他当真活到千年之后 再去看那时的场景 是否会经历和千年之前穿越时一样的经历呢 其实我在写到凡人仙界后期的时候 就开始琢磨时间这件事了 时间是什么 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平行的空间 人类真能实现穿越吗 未来科技会不会发展到那样的高度 我在写作很疲劳的时候 有时会站在阳台上看星空 尤其是看到那种如今难得一见的晴朗夜空 心里的激动真别提了 疲劳顿时一消而散 那些繁星点点总让我觉得那些星星后面 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召唤着我 爱因斯坦相对论里有个四维时空 弯曲时空的概念 按照相对论的观点 穿越时空是有可能的 只要物体运动速度超过光速 就可以穿越未来 但这一点在我们目前的三维世界里是不可能 谁都知道光速是最快的速度 可是在四维空间呢 关于这一点 霍金也觉得理论上可行 他提出只要能建造一艘无限接近光速的宇宙飞船 飞船速度越快 相对舱内的速度就越慢 这样来个时间旅行 穿越未来不是梦 当然 我是写小说的 不是搞宇宙物理的 这样的概念对我而言 只能是极大地刺激我想象力的素材 现在大梦主完本了 我也开始着手接下来的写作计划了 一群会探索宇宙的仙侠人物 大家觉得怎么样 哈哈对于时间 我想我是爱不释手了 将来的作品里不提都不行 什么平行空间 时间裂缝 人工智能的时空旅行 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题材 最后 希望新老朋友们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旺语 你们的支持是我在写作路上比例前行的最大动力 我先让你够在刺激 所以就像完美